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市政发展是一棒见一棒的工作 我们促讲市场及牺牲事务团队 继续以政治诚信当作行政的原则 最重要是不要为了短期地牺牲长期 不要为了少论比牺牲多论比 更不要为了政党比牺牲和国家人 那就从现在的市政技术出发 继续累积整个台北市的能量 解决居住 生活 旧学 旧业的实际问题 那让我们居住在台北的朋友 与台北美容 让我们从自来的政治 在世界发光发亮 展现台北的骄傲 今天欢迎非常荣幸也非常感谢台北市民相信我 将台北市未来四年托付给我 让我在台北在整个辉煌的发展进程当中 能够有机会为大家服务 我非常清楚 面对国际城市的竞争 面对全球顺行观念的脉斗 一座城市的发展 不进则退 所以我们需要长长的体力 绝不自满 更要追求好还要更好 才不会在全球的竞争中被淘汰 也才能掌握国际变化的风流 很荣幸我所提出的政见 一个台北四项发展五大中心 获得台北市民的认同 所以带着这份托付 我会以金融商贸 新创产业 汇聚人才 文化资产各个方面来着手 把台北的资源以及潜力 引接起来 彰显台北的特色 体现越在地越国际的理念 同时奠定台北成为 世界企城市的基础 市政万端 一定要有优先顺序 新重的关系 我会全力推动 四善机会之窗 第一 带领台北 以后重启 成为繁荣之路 第二 带领台北留住人才 成为挥洒创意的人才之路 第三 带领台北 积极更新 改革幻变 推行预测建设 成为现代化的城市 第四 带领台北 推广地方特色 结合城市行销 观光旅游 成为绽放文化 体育的魅力之路 这四个方向 将会是带领台北 向上升起 重新出发的契机 也是政府团队 未来施政重中之重 市政发展一棒接一棒 柯文哲 新系大巨蛋案 跟蒋万安谈及此事 说对方也正在思考出力 我们其实很多这种工程都进行到一半 一般来讲 而且追加预算我都补到满了 所以 就让他这个 现有工程就很平顺的 把他执行完毕就可以 我刚才有跟他讲 我说 如果陈时中当前的话 大巨蛋他们就会 给他过 现在是你当前的 你觉得他们中央怎么处理大巨蛋 他也在想这个问题 我说这个 所以我刚才特别讲 不要为了政党利益 继承国家利益 上任之后 我会即刻展开到 台北市政府各单位 去实际走访 了解他们的需求和心声 以及听取他们的意见 我想让市政能够推动得更为顺畅 接下来 市民朋友非常关心的 包括大巨蛋 内湖交通 都市更新 也会加速推动 让市民有感 大巨蛋 绝对是市民非常关心的议题 我想我也具体承诺 会尽全力在一年内让他请用完工 另外 内湖的交通 多年来 也是内湖民众他们非常关心 期待解决的课题 所以 包括都市更新 我想也是我对市民朋友的承诺 这些都是接下来 捲起袖子即刻上工 需要来协助市民做最好的施政 林一华委员 其实他不管在哪个岗位 在立法院的表现 大家都有目共睹 有手有为 其实我想不管一华 或是未来我们的市府团队 一定会用政绩来回应外界的检验 我也相信我们党内一定会团结 全力为台北市政来打拼 交接典礼结束后 蒋万安也率新任团队 前往台北市议会拜会 接着批阅就职 及任命政务首帐等公文 与团队在市府门口合影 好 一 二 三 台北队 加油 台北队 记者问君台北报导 台北市长当选人蒋万安 再发布小内阁人士 确定另外一位副市长 由立委林一华出任 同时发布共十位人士 掀开最终锅盖 台北市长当选人蒋万安 发布第四波十位小内阁人士 立委林一华出任副市长 前高雄市老公局长王秋冬 担任副秘书长 宜兰县政府教育处长王鸿祥 接任体育局长 新任长发局长为年仅38岁的 幕僚陈俊安 另外 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研究员 暨政治学系教授于郑华 担任严考会主委 卫生局长一职 则由现任副局长陈振成 任代理局长 原明会主委八干八万 及科委会主委许世勋则留任 工训处长由何亚军担任 智来水处处长由范焕英接任 我找副市长的考量 其实非常简单 我就是要找最好的人才 能够符合市民的期待 也能够带给市府团队最大的助力 所谓千军易得一将难求 林毅华委员就是最适合的人选 其实就像李斯坦副市长 他对于工务非常的专精 也有非常好的沟通协调能力 也有完整的行政历练 所以川北他的专业 他的亲切 受人敬重的特质 就是让我三顾茅庐 敦请他出来 一定要共同为台北市打拼 林毅华委员 他长期耕耘教育议题 也担任过多届的台北市议员 也是担任过台北市 以及新北市的教育局长 又担任立法委员 所以他对台北市政的熟悉 我想无人能出其右 同时又有丰富的行政经验 所以他能够协助台北市政府团队 持续的跟社会对话沟通 而这一段期间 特别这一个月 一华委员担任交接小组的召集人 有手有为 对于台北市中大建设的方向 以及细节 他都非常的清楚 所以能够马上上手 因此一华委员和川北 就是最适合的副市长人选 其实我们不只是为台北市 找到最好的人才 同时也是让人才适才适所 也让人才能够流动 也能够让世代传承 世代共融 卫生局其实跟民生息息相关 高度连结 那其实适合的人选非常多 我们需要更多的时间做最后的确定 找到符合市民期待的卫生局长 那我也有把握 最后的人选一定能够推动台北市 成为健康城市的大愿景 同时也会有丰富的经验 面对未来可能的疫病风险 能够确实照顾好 不分世代市民朋友的健康 王宏祥其实他担任过宜兰县教育处处长 也担任过新北市体育处处处长 他从基层做起而且历练非常的完整 也对体育相关的业务相当熟悉 所以我想接下来他一定能够发挥他的专业以及经验 将台北市相关体育业务推动得非常顺畅 因为八万八万主委 其实我在跟他对谈的过程 他其实对于相关的业务非常熟悉 而且他又是政大民族系硕士毕业 而且他过去也有十多年担任原住民服务员的经验 所以不管是从基层的历练 他的专业以及他对于目前相关业务的熟悉 以及他也希望能够持续将现在正在进行的相关 照顾我们族人的政策延续下去 不管是推广族语相关文化的发扬 我想这些我们都会希望接种他这样的历练 能够持续的将我们原住民的政策顺畅的推动 不过林一华是在明年二月到职 这期间北市府只有一位副市长处理市政是否会影响运作 蒋万安强调李世川经验非常丰富 这段时间绝对能够顺畅推动相关业务 对于上任后迫切解决的事情 蒋万安回应会积极走访长期协助市府团队 或市政推动的基层单位 了解他们的需求意见以及需要解决的问题 让大家未来能在市政推动上吸收努力 记者温君台北报道 为关注弱势孩子的学习资源困境 家福基金会邀请艺人曾宝怡 担任无穷世代爱新大使 分享阅读能改变孩子的命运 为弱势而少的学习需求发声 在岁末年节之际给孩子一份珍贵的生命礼物 帮助他们稳定学习传爱过好年 从小就热爱阅读的艺人曾宝怡 体会到阅读是认识世界的一把钥匙 因此受邀家福基金会 担任无穷世代计划传爱过好年爱新大使 号召社会大众捐款支持 在岁末年节之际给孩子一份珍贵的生命礼物 帮助他们稳定学习传爱过好年 其实我觉得阅读真的是我 进入这个世界一把很重要的钥匙 我记得是小学二年级的时候 因为爷爷奶奶都会送我们 小朋友想要说学点才艺嘛 就叫我们去学钢琴 可是小时候真的很不想学钢琴 因为很无聊 一直在那弹钢琴弹钢琴 可是我们钢琴老师真的很厉害 他那个时候就订了那种 一个月会出一本的中国民间故事 比方说一月中国民间故事 二月中国民间故事 三月中国民间故事 然后呢他就说宝姨 如果你有来上课的话呢 每个月书来的时候 你就可以先读哦 为了那一套一到十二月 我就多学了一年钢琴 然后后来我才意识到说 其实我不是真的想学钢琴 我是想要把那套书看完 然后老师又订了另外一套 我忘记是什么 中国成语故事 也是一个月出一本 然后他又多收了一年的学费 我觉得这老师真的很厉害 可是我觉得就是那个时候 开始明白我真的好喜欢看书 然后因为我觉得书里面 给我一个新的 新的世界新的故事 其实那个不是我们打开电视可以看得到的 就是中国民间故事 非常的天马行空 然后神话啊什么的 都是有些是跟我们的习俗有关的 然后有些是你根本想象不到的 曾经存在过的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开始觉得说 我好像真的蛮喜欢看书的耶 首先我想跟他们说辛苦了 挺不容易的 就是在年纪轻轻的时候 可能就要想的比大人还要多 其实真的蛮不容易的 但是我始终觉得我们这些大人 到底能够给孩子们 什么样的礼物或者是分享 很多 虽然我没有生小孩 但是我的朋友也会问我说 保姨保姨你觉得对于孩子来说 有什么东西是他们在年轻的时候 一定要培养的 我觉得 第一个 我希望孩子们能够养成运动的习惯 不管你有钱没有钱 没关系 养成运动的习惯 学会照顾自己的身体 你的身体就是你 这一辈子最大的本钱 如果可以的话 学好一个外语 这个是你跟世界沟通的方式 最后的最后 孩子们 珍惜阅读的机会 看几本好书 我觉得养成阅读的习惯 真的是一辈子的生命礼物 因为它会让你即使离开学校了 你还是持续的在学习 你还是能够持续跟上这个世界的脉动 你还是知道这个世界发生什么事 所以想跟家父的孩子们说 虽然说加油有点cliché 但是 对 辛苦了 然后台湾真的有很多大人在支持着你们 所以陪伴着你们 那希望我们能够一起度过一个好年 新年快乐 喜欢阅读的小芸 为了加强英文词汇和绘画技巧 积极主动查阅书籍 周六也喜欢参加家父客服班 隔代教养的小萱和小琴姐妹 由奶奶照顾 虽然重视孩子们的教育 但却无力指导课业 家父提供资源与奖助学金 帮助姐妹俩持续学习 亲爱的阿嬷 谢谢你的照顾 每天辛苦的工作 让我每天开心的生活 生病或受伤的你都会带我去看医生 还是我发现一些有困难的事情 你都会帮助我 还有你煮的菜都很好吃 亲爱的奶奶 感谢您的照顾 还有现在的我们 虽然你很忙 可是你还是会带我们去玩 还有我们发生什么事 您都会帮我们 谢谢奶奶的恩爱 切心与照顾 最要祝您幸福健康 才能百岁 在家福基金会公布最新 弱势儿少阅读资源与习惯调查中 有近八成儿少喜欢阅读 并从阅读中精进学习 自我探索 然而却有近五成孩子 因为环境限制 无法取得学习资源 其实教育对很多弱势家庭的儿少而言 它真的是翻转人生 跟脱贫的主要的途径 而阅读当然是一个学习的 最重要的基础 家福基金会在超过七十年的 服务历程当中 已经帮助了非常多无数的儿少 透过阅读的这样的一个习惯 资源的挹注 让他们获得了很多的成长 那我想特别是我们家福基金会 在这么多年来当中 其实运用了很多的学习资源 包括了奖助学金 还有阅读书 还有等等 我们很多的一些提升服务的方案 我们尽可能的去帮助我们的很多孩子 能够好好读书 好好的生活 但我们可能政府所公布的一个 一个数据当中 我们有家福 有将近一半的家庭 他们的月收入是不到两万五千块 是在政府公布的每月工资以下 我们有看到我们的家庭孩子当中 有超过九成的孩子 每学期的阅读 就是能够购买自己的客外读物的一个经费 都不超过六百元 这对很多家庭孩子的眼神是很难想象的 我们无穷世代的募款目标是七千万元 今年其实还有很大的一个目标需要达成 我们期待 我们透过社会各界共同的努力 跟呼吁之下 重视我们阅读的这样的一个资源 让我们很多的孩子 弱势孩子 能够好好读书 好好生活 传爱过好年 即日起单笔捐款满两千元 就可获得由家福孩子绘制的 好幸福梅森杯套组 限量两千组 号召民众发挥爱心为弱势孩子启动阅读力 记者联席会议台北报道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台北市道江升职商业经营科举行年度毕业成果发表会 主题以商业再起经营起飞 展现在校三年所学的丰硕成果 加上多才多艺的表演 让活动精彩绝人 学生上台透过对生活周遭的观察 及对商业经营科专业课程深入研究 发表成果 详细剖析专题 知识台北市道江商职商业经营科 年度毕业成果发表会 学生互相合作彼此沟通 展现技职教育 以技职成务实致用的特色 最主要的就是团队的精神很重要 然后就是更要去就是分工合作 才能去更能去完成一组PPT专题 在这次准备专题的时候 过程中就是在取材的部分 就可能就是两个影音平台 它比较极为相似 所以要找出他们不同的地方 是这个困难的点 然后还有在制作完成之后 那个我们就是在练习的过程中 可能会有就是要在那个时间内完成 所以过程中也有稍微调整一下报告的内容 是因为他们这三年来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导致于就是全球很就是很多的那个消费者 他们会在就是宅在家 然后就是在家消费 然后经营社群或者是当网红 所以就是这一次的三组的专题就是 会变成在疫情下的一个状况 然后都以宅在家宅经济啊 或者是线上的一些消费为主 除了优秀的专题始作报告 宠物经营组也以夹狗示范时操演练的表演 与学章界共享盛举 我们的亮点是在于就是小 小朋友他们的这个成果在于 他们整个整体的一个造型 以及这个染色的 甚至可以接轨到所有的新娘 新娘化妆新娘的这个秘书里头 包括了宠物的一个造型 他可以配合这样子的一个摄影 所以呢 孩子们慢慢慢慢的在做一个成长 所以在这一块他们接地气 接下来就是 我们会有一个国际的参赛展 带他们去参加国际的一个比赛 那当然在明年度我们会带他去参加 那接地气之后呢 拿一个这个国际的一个证照 让他们能够直接到了社会上 可以直接参与社会上的一些职业 譬如说宠物的一些美容师的职业 这个呢是他们的一个成果 我们也希望他们出去以后 不管就业也是不管他们 就是进入到大专院校里头 可以直接做一个接轨的动作 这次可以说是有丰硕的探讨 丰硕的表现 因为我们有三件的作品 可以说是完全在我们整个市场上 未来的市场呈现出来 我们第一件呢就是我们的 Netflix and Disney Plus 这样的差异的探讨 第二件呢我们就探讨到 我们It's our future 这个社群媒体的未来的发展的探讨 那另外第三件呢 我们也能够探讨到 网路商店跟实体商店 就是它的一个经营模式的探讨 可以说是完全呈现了 我们三年所学 老师们耐心 热心 爱心 关心的教导之下 能够把三年所学完全呈现出来 在我们现在目前的市场 能够对未来市场做一个研究探讨 活动更安排学生多才多艺的表演 增添现场热闹氛围 经过三年的淬炼 学生们逐渐成熟 精实的学习 相信是学生未来在各领域的技能养分 记者温云郡台北报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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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记住眼见不一定为真 科技进步人人都可以是记者是编辑 有字有图有标题越耸动让人印象深刻 作者可能只是太无聊来玩玩而已 另外还有照片合成技术造假就更容易 还有现在很夯的AI技术可以移化节目 不是他说的都会变成他说的 那该怎么办教你简单小贴物 一看到消息前先想一想这会不会是假的 二养成查证讯息的习惯看看新闻来源 作者还有日期更要通过各种管道来查证 破解假讯息行动似不宜要 不要只看标题不要分享不要按赞不要惊慌 要查证要查证要查证 中家集团关心您 总部位在美国纽约累计超过千万人次观赏的神韵艺术团 12月底开始巡回世界演出 将在明年的2月24到4月2号来台湾 预计在全台五大城市演出超过25场 欢迎民众把握机会欣赏 累积超过千万人次观赏的神韵艺术团 每年固定在12月底会启动巡回世界的旅程 而在2月24号到4月2号将在台湾隆重登场 台北 苗栗 台南 彰化 高雄五大城市演出超过25场 观众可以现场体验到神韵艺术团 穿越时空的历史画卷神话传说 色彩绚丽的手工制作服饰 栩栩如生的转理天幕 原创音乐跟诗传的美声唱法 不仅是一场视觉饗宴 更是一身心灵的启迪 你真的不能在任何地方看见 这完全是完美的 很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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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了我希望 这就是一个美丽的东西 神韵艺术团的艺术家 来自世界各地 其中还有不少神韵明星 来自台湾 演出详情 可以上神韵观望 欢迎民众把握机会 前往观赏 共襄盛举台湾之光 记者陈淑平台北报道 台北下海城隍庙 近年来推动关怀偏乡 发起将偏乡证明为远乡 12月24 25号 在儿童新乐园 举办圣诞台湾魏活动 邀请原住民乐团 带来精彩的演出 同时倡导环境永续 公平贸易等议题 台湾原住民乐团Kanata 用嘹亮的歌声 为即将登场的 圣诞台湾魏活动暖声 台北下海城隍庙 2018年启动送暖道偏乡计划 将物资送到将近40所学校 过程中发现偏乡一点也不偏 因此希望为偏乡来证明 其实这个活动 我们已经做很久了 比如说近五六年来 我们几乎都是把一些 庙里的应该拜拜过的 或者是我们有活动的 那些糖果饼干 就送到偏远的乡 哪知道都是一些小朋友 或者是老人家 那我们就知道说 很多人都需要我们 庙里的东西 远乡 它不远 它就在你身旁 那偏有一点点 好像对于人的 一种偏失的感觉 我们真正的讲 这个是我们这一次 12月24号25号 活动里面最大的一个 想要做好的就是 偏乡不再叫偏乡 我们就叫远乡 除了为偏乡证明 虾海城隍庙秉持 城隍老爷 重视善恶平权的精神 近年来支持公平贸易 同婚平权 并且跟上永续环境议题 与使用环保素材 知名的时装品牌 Gin Garden 以及打造全台唯一 宝特瓶回收车的 FNG世代设计合作 共同推广环境教育 与永续美学 我们所讲偏乡或远乡 都真的很漂亮 所以像小琉球 每一年的游客 现在会超过100万 但是这100万的话 我们产生了超过 300万个宝特瓶 所以这宝特瓶怎么办 所以它都是用太空包 一个一个进来 那我们的话是希望说 透过好归宿这个计划 我们可以开着车 到每一个地方 不管是它是很近很远 它其实每一件事情 我们都可以离我们很近 比如说我们可以把宝特瓶 用什么一个方式 可以去做回收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 宝特瓶的话 都是要用 经过好几道的流程 但是每一个流程 它都是一个碳排 那你如果我们现在在讲 台湾的宝特瓶回收率的话 到95% 但是没有在讲 回收使用率的问题 那如果我们把 回收使用率提高 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做得更好 所以我们希望说 透过车的移动 可以到每一个角落 因为我在过去 其实都是以就是 永续时尚的概念 在做我自己的品牌 那也因为响应了 2050年的 近零排放的这个议题 那所以呢 这个已经是当务之急 大家都必须要 赶快马上去做的 所以这次在 呃 陈旺庙这边邀请的时候 我就觉得一口气 就赶快答应 就希望说 我们是否能够 就尽一些 我们自己微薄的力量 就是利用我们的 呃 一个远向的议题 然后把这些永续的概念 带到远向去 让呃 圆明的小孩 也可以穿着 更加时尚的服装 来穿着 那这一次呢 呃 我特别是以呃 祖灵的眼睛 菱形 就是泰雅族的一个 祖灵的眼睛 作为我的设计概念 融入我的设计其中 那我希望说 能够让这些呃 泰雅的这种 像是象征生命意义的一些想法 能够在服装的概念里 所以呢 我就使用了 宝特瓶的回收纱 进行我的素材上的设计 然后也用祖灵的眼睛 在我的图腾里面去做设计 这个城隍也我们翻为 City Guard 他就是一个长官 管理这个城市 所以他有权利 让大家都平权 让大家都peace 啊所以呢 我们这个 呃 还有公平茂密的 我们也做到了 然后还有很多 比如说 月经平权啊 女生也来我这里做活动 我就觉得说 夏海城隍庙要做的事 非常的多 然后再讲到说 你既然要做远乡 当然有一些 好的设计师 我们就跟他说 那我们未来如果 呃 那个学生要的制服 是不是有可以借您的手 借您的想法 啊 结果他本身也是属于 呃 我们讲的说 原住民 所以他的想法 就像 呃 什么那种去设计 所以我这个觉得 就特别美 然后还有一件 比这些事情更大的 就是我们当年的产业 现在变成我们的眼泪 我们就觉得 原来我们当年没有去想好 这个宝特瓶会造成了多少的伤害 或者这个宝特瓶会造成海洋的污染 这宝特瓶有什么不好 那如果我们把不好的东西怎么样呢 不是全部都不能用 我们是不是可以再使用 那再使用就先把它变成宝特沙 这里有一部车子 我们就可以把它撵了撵了以后 是现场让大朋友小朋友觉得一个趣味性 其实就是让他知道 开始认识我不要用多 我希望这个就是大家都需要知道的事情 然后我们为什么摆在儿童新内容 我们想从儿童开始做 我希望跟着小朋友跟着年轻人 我们牵手一起向着最棒的台湾 聖诞台湾味活动将于12月24 25号 在儿童新乐园举办 现场还有圆明文化体验以及精彩演出 欢迎民众一同感受元宇宙的魅力 记者领席会议台北报导 接下来我带你来看1978年 来自台中清水的少年狼 在木炸开设了三方制油厂 原本是以花生油 芝麻油 小磨麻油起家 附近的茶农送来苦茶籽 茶叶子 开启了炸油新篇章 冷压苦茶油保留微量元素 茶籽油厚实浓香 让木炸老街上飘香近半世纪 也滋养着这世代人 智利最好的原料做好油 挺过黑心油史安风暴 在当地广受好评的良油店家 是位于文山区指南路上的 这间老字号门店 1978年由父亲开设 以花生油 芝麻油 小磨麻油起家 后来因为养生风气兴起 附近茶农送来苦茶籽 茶叶子 开启炸油新篇章 二代老板郑柏林重振形象 提炼品牌价值 我们到大概80年代开始 从麻油香油的生产的数量较大 改为苦茶油的生产 跟茶籽油的生产为主 那我们的油厂 其实一直都是用最好的原料 我们其实经历 从以前到现在 总共经历了三次的食用油风暴 第一次是民国69年的 多绿联本的米醣油中毒事件 那时候也是卫生局来我们这边抽茶 都是我们的油品全部都通过检验 再来是民国72年的 北部这边发生一个很严重的 地沟油事件 那时候也是卫生局大动作 来我们的店面做一些 油品的清茶动作 那时候也是通过检验 那再来 大家比较知道的就是 2013、2014年的时候 连续两年的食用油风暴 那我们也是通过那两年 所有卫生署 保局 然后还有一些食药署 都到我们的工厂 还有门市来检验 那我们也是都通过检验 那我们就是用最好的原料 去生产最好的油 郑柏林坚持父亲理念 传递正向能量 用好的原料 合理的工资与价格 让每个人都能吃到好油 不少客人也给予反馈 就是他们生产的最大动力 一开始客人可能会想说 我们这个卖比较便宜 是不是用不好的原料 还是 还是怎么样的因素 才会这么便宜 但是 其实有些客人 会再帮我们去介绍 那 他来买过之后 再跟其他家庭 会觉得 我们东西是真的很好 然后价格也变得很实在 那其实这样就 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 一种 就是 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回馈 因为客人会带给我们 透过介绍 会带给我们更多的客人来 所以我们以前 以往也是很少去做一些 行销啊 什么促销活动 我们很少会做这些活动 都是透过客人的口耳相传 来介绍 那之前 食安事件的时候 也有一位客人 他是从台南北上 那他大概是一个 80 70多岁的 阿嬷 他妈妈 90多岁 那就是 北上来 帮他妈妈买麻油 那买完之后 他回去 因为他 他们那时候 台南那时候 好像一瓶 台湾 台湾种子 制作出来的麻油 好像一瓶 好像一瓶是500 那我们这边是卖350 那他吃过之后 他觉得 其实350 并不会输给500的麻油 他认为 因为他已经是长期吃了 所以 他的 他的味觉是可以分辨出来 好坏 他认为350 并没有比500的麻油再差 这样子 除了店里招牌苦茶籽油 茶籽油 芝麻酱也是老板自豪产品 我们这个麻酱的做法 是用传统的石墨下去磨 那他的磨的速度非常慢 所以他吃出来的磨 他磨的速度很慢 然后他吃起来口感会很细腻 然后很绵密 然后可能会跟你外面吃到的麻酱 会不太一样 那我们只有做纯黑芝麻酱 跟纯白麻酱 没有再添加其他糖 或是硬化剂 或是其他化学成分的元素在里面 对 那就是有分这两个系列 那黑麻酱 我们是做 做这个 比如说早餐可以加 面包啊 骨絲 沾馒头 这样吃 对 那我们白麻酱是做 这个麻酱面凉面 或是冬天吃火锅 火锅的沾酱也可以 对 那盖子 这个非常 黑麻酱盖子非常丰富 那 老年人小孩在 发育 或者是老年人 他比较缺盖 有些人他不能喝牛奶 他有卤汤不耐症 那他如果要补盖的话 他可以吃黑芝麻酱 他去做补盖的动作 那 会对自家的产品如此自豪 郑柏玲用自己身体来证明 在长期吃家里的油品下 身体会告诉你感受 因为我在总统府那边 当了铁卫队 所以他那是宪兵嘛 那宪兵他那个 因为是总统府那边都是 高规格高标准的一些要求 所以那时候 他这个生活压力又比较大 那当初吃部队里面 军队里面的食物 也会觉得 好像跟家里比 好像身体会有一些 发炎反应 因为每次放假的时候 身体都觉得蛮疲惫的 可是回到家吃 我们自己自家做的这个 植物油之后 就是会觉得 那些发炎反应的状况 会比较降低 所以那时候 后来退伍之后 刚好接到家里的工厂的旺季 大概十月份开始 所以那时候 家里就很忙 所以 退伍之后我就直接回来救 那是本身的感觉 因为其实小时候也是 也没有算说身体很好 但是 我也很少去看医生 都是吃自家的油 因为那时候 胃也没有到吸收很好 所以那时候 每次胃不舒服的时候 我都是喝自己家里的油这样子 开业44年 一离当地的老子号制油厂 面临店面老旧 难以招览新客延续好味道 二代老板决心 将门店打造成文化体验空间 期盼以导览 西客新世代 那到今年 我参加这一个 台北造起来的计划 那就是让我们的门市 再重新做一个 专行的动作 因为门市以前 以往的印象 对客人的印象 就是一个 比较像是一个 倉库的概念 那店面门市比较凌乱 没有让客人一个 好像 没有一个 有一个形象的那种感觉 那我就是透过这一次 台北造起来的这个计划 然后 然后把这个门面再翻新 那我们门面翻新之后 就是让东西的质感 再整个做提升 那将来也预计会做一些 油瓶的一些体验活动 然后包含还有 还有我们的这个 四种油瓶 主要四种油瓶的一些 品瓶 品尝 坚定 然后还有我们的现场 有我们的油桶可以 炸出来的苦茶油 有着迷人的金黄色泽 保有原来的成分营养 传统的制油厂 不畏惧精致油当道 用繁复且产量低的功法 踏实地滋养着民众 值得信赖 记者问郡台北报导 有点准备 眼界一定为真吗 我们换个角度来瞧瞧 所以记住眼界不一定为真 科技进步人人都可以是记者是编辑 有字有图有标题 越耸动让人印象深刻 作者可能只是太无聊来玩玩而已 另外还有照片合成技术 造假就更容易 还有现在很夯的AI技术 可以一画揭幕 不是他说的都会变成他说的 那该怎么办教你简单小推幅 一看到消息前先想一想 这会不会是假的 二养成查证讯息的习惯 看看新闻来源作者还有日期 更要通过各种管道来查证 破解假讯息行动 四度无要 不要只看标题 不要分享 不要按赞 不要惊慌 要查证要查证要查证 中佳其盘关心您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佳吉祥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先带你来看 吉祥市长交接典礼 由法务部长蔡清祥兼交 市长谢国良感谢谢任市长 林又长八年来 让吉祥进步许多 强调曾说要推动的政策 希望能尽快推动 无缝接轨 于是以制裁各天国家法律 吉隆市长就职典礼 法务部长蔡清祥担任尖交人 新科市长谢国良宣誓就职 新科市长 林又昌将印信交给新科市长谢国良 台下邀请师傅首长 吉来宾总计三百多人管理 我自从当选以来 都是用誠惶誠口的心情 来看待一切的市政问题 但同时间我又用很坚定 跟很清晰的态度 来看待未来我们要做的很多工作 所以我在这边要啃托大家 希望能够在未来的市政工作上 能够做国良的后盾 给予国良很多支持 我们在座的很多市政团队 我也非常感谢他们 愿意跟国良一起 能够加入我们基隆的大家庭 大家一起打拼 他们有的是过去我立法院的同事 有的是在各个领域里面 非常杰出的一些非常优秀的 各界的优秀人士 那我也特别要谢谢一下 我的副市长 修佩玲 邱副市长 我相信他的加入 跟我们这些在座的团队的加入 都能够给基隆带来 更多更好的一个新的气象 那未来要做的工作真的非常的多 那我们就如同刚刚说的 城隍城隍 但是又坚定清晰 所以在未来 我要恳请我们的市府团队 让国良能够尽快尽速的 能够上轨 让我们的市政能够无缝接轨推动下去 未来过去国良曾经有说过 很多我们要推动的政策 我们希望能够尽速尽快的好好推动 要感恩的人太多 要感谢的人也太多 我想只能感谢天 感谢上帝 感谢这个城市 给我们这个机会 那另外呢 我也是满满的一个祝福 我相信未来的基隆市政 在谢市长以及谢市府团队的一个领导之下 一定可以带领基隆市 继续的向前迈进 我想过去八年来 优昌承诺要让我们基隆市民 成为一个光荣骄傲的基隆人 我想这一点八年来我们做到了 最后满满的感恩 满满的祝福 祝福谢市长 期待谢市长 未来带领基隆继续向前 硬性交接完成 谢国良正式入主基隆市政府 第一件事先签署副市长 及新任市府一级主管人事命令 任命邱佩玲为基隆市副市长 任命康佩玲为基隆市副市长 随后谢国良宣布市府人事派令 副市长邱佩玲率领一级主管 宣誓就职 当然是希望跟各局处的团队们 尽快的做业务简报 让我们的市政能够尽快上手 那当然我有我自己想要推动 有关于家庭式 亲子市的一些建设跟设施 那我也会积极的跟他们来探寻 如何能够有效率 能够在时间内就尽量能够给市民朋友 一些成效跟成果 我在这个广播专访的时候 我有说希望在百日左右 可以给大家一些很不错的 室内的看起来有质感的 室内儿童乐园 我觉得这个是我想要做的一件事情 当然啦 这只是举其一个例子 事实上市政工作各方各面 有太多东西要来完成 所以我希望能够尽快的跟大家 能够在业务上能够进行深入的讨论 尽快让业务能够上手 就职典礼上邀请地方士生 吉弥代表出席 谢国良的爸爸谢修萍 全程参加儿子谢国良的就职典礼 心中满满的感动 我欢迎 很高兴 你是华裔 太华裔 为什么 我感谢国良 完成我父亲的志愿 是父亲的遗愿 所以我非常感谢他 他帮我完成 他帮成我的责任 我替我爸爸完成 谢谢他 我感谢谢国良 辛赫市长谢国良是虔诚的基督徒 在他发表就职演说前 特别邀请重新教会牧师 为辛赫市长祈福祷告 典礼结束后 辛赫市长谢国良邀请市府团队 家人及辅选团队 和各界人士一起合影留念 象征为基督市的建设一起打拼 记者黄少平 黄日生 陈淑萍采访报道 辛赫市长林又昌完成了交接仪式 在辛赫市长谢国良的陪同下 一起步出市政府 林又昌的妻子吴秋英 在市府门口等待 给予大大的拥抱 交接典礼完毕 辛赫市长林又昌在辛赫市长谢国良陪同下 步出礼堂 离开市府 才一踏出大门口 林又昌的妻子吴秋英 立即上前拥抱 离开前 辛赫市长谢国良也献上祝福 特別感谢了市长这八年的一个努力 让基隆市能够更进步 那我刚刚在跟市长会面的时候 我也特别不跟他报告 在很多市政 我们会有效的 来帮他延续来推进 那但是未来国良有更多 我们要想做的东西 如果有需要的话 我会随时打个电话 跟我们的林市长来请议 那当然我还是祝福他 能够更上一层楼 因为我相信他有更好的发展 一定对基隆市民也是个福气 也是基隆市民之福 所以我在这边也先预祝他一下 这样子 被问到先后下一步 李欧昌正式回应 感谢市民给我机会 然后感谢市府团队 还有我的家人都有了一个支持 这八年来非常的一个圆满 那我也在这边祝福我们 谢国良市长带领基隆市政 让基隆继续向前进 然后能够更加的一个进步跟发展 那等一下我会搭机员车离开 我太太来接我回家啦 先回家休息一下 那我想这个很多人 这个对我有一些期待 但我也曾经说过 哪里需要我就去哪里 我从来不为自己的下一步 来做规划 就是满满的感恩 谢谢 离开前 两位市长互相握手致意 彼此献上深深的祝福 记者 黄少民 黄日生 陈淑萍采访报导 接下来我带你来看 第二十届基隆市议会议员 进行正副议长选举 最后由民进党议长提名人 童子伟 结合亲民党副议长提名人 杨秀玉 以跨党派合作记名投票的方式 获得了16票议员过半的支持 创效了基隆市议会 首次有民进党议长的记录 第二十届基隆市议会议员 十二月二十五号宣誓就职 随后进行正副议长选举 最后民进党议长提名人 童子伟和亲民党副议长提名人 杨秀玉 以跨党派共同合作记名投票的方式 分别各获得16票市议员过半的支持 当选第二十届的基隆市议会议长和副议长 今开票结果 蔡旺莲议员得14票 同职委议员得16票 陈冠宇议员得1票 同职委议员得票数超过出席总市之半数 基隆市议会第二十届议长由同职委员当选 新当选的基隆市议会议长 童子伟除了感谢仁爱区乡亲的支持 让他残联议员 进而当选议长之外 也感谢前议长们 对推动基隆市议会进步所打下的基础 也希望延续前市长林又昌推动的各项市政建设继续推进 童子伟也承诺将会当全民的议长 将议会打造为全民开放阳光的议会 让基隆更进步 其实我想这个议长的这个工作跟职权 是这个超党派 那由今天的选举结果 大家也可以看出来说 我们是跨党派 超党派 然后我们在野的沟通的一个联盟 那我想议会是秉持一个中立的角色 我们都秉持在基隆市民谋福祉的基础之上 然后共同来为基隆市来努力 那我想我们接下来会跟谢市长来好好的沟通 我们接下来的施政计划 让我们基隆市的这个市政 在过去右昌市长八年奠定非常良好的基础之下 可以在谢市长的推动继续来前进 我们的目标都是为了基隆市民 所以我想政党未必在议会是放在第一个顺位 那是我们的这个心中的理念 我们必须就像我昨天声明的 我们必须要打造一个全民的议会 阳光的议会 开放的议会 接下来我们会秉持前任议长的基础 然后继续来努力 官邻的基隆市长谢国良也强调 会以学习谦卑努力的态度 未来在推动市政上多倾听议会的声音 也希望肯请希望努力的争取议长副议长 以及所有议员们的认同推动市政 首先先要这个非常热烈的恭喜 我们同志伟议长跟杨秀玉副议长 能够在激烈的竞争当中 顺利的脱影而出 担任前进市议会的政副议长 那未来我们会用学习 谦卑努力的一个态度 来把我们所有的施政计划 来跟政副议长还有议会来沟通 那我跟同志伟议长跟杨秀玉副议长 平时就是好朋友 过去也常常两个人出去吃饭过 那未来我也期待在公务上面 可以多倾听议会的声音 因为毕竟他们两位及其他议会 都代表着整个基隆市民的心声 那国量这边未来有些工作 也想要来推动 也要恳请 希望努力的来争取 他们两位及全体议会的认同 再一次的 用最开心的心情 来恭贺他们两位 能够顺利当选 副议长杨秀玉也强调 会互相尊重学习不分政党的态度 和所有议员们一起合作监督市政 服务基隆乡亲建设基隆来努力 相信未来府会会相当和谐的 这一次我们签名党跟民进党 一起合作这个政部议长的一个选举 那谢谢佟智伟 那我想我们在议会都是一个中立 希望说能够达到制衡 那我想我也非常 这个谢谢我们的谢市长 我也是很全力的支持这个谢市长 盗选我们基隆市的市长 那未来我们都是没有不分政党的 不分政党 那宋主席他的安排 我跟这个我们的同志委 一起来这个议会 来监督这个市政 我相信未来一定是非常和谐的 最后基隆市长谢国良 基隆市议会议长同志委 副议长杨秀玉 也陪同第20届基隆市议会 31位市议员们 在基隆市议会议师厅内 进行大合照 希望府会和谐 攜手合作 共同建设基隆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基隆市第22届里长的就职典礼 在新的市长谢国良的主持下 顺利完成 全市157位里长齐聚一堂 期许未来与市府团队 共同来帮民众谋福利 让基隆更好 基隆市第22届全市里长的就职典礼 在新整建的表演艺术中心演艺厅举行 新科市长谢国良 与刚出炉的议长童子伟 共同为这些里长们祝福 期许大家携手努力 倾听李明的心声 非常开心在下午 来到了我们基隆市 全市的里长的就职典礼 那国良其实也是个大里长 我是基隆市的里长 他们是个里的里长 所以未来我会尊重 大家在地方上的一个建议 跟为李明服务的一个心态 我们好好来努力 那我也有特别跟民政处 张处长谈到 未来一定要好好地跟里长配合 达成为李明服务 为市民服务 这样子的一个理念 积极地来透过里长 做更好的地方施政 我想每一个这个城市都一样 里长都是我们最基层的这个服务员 现在这个时代 尤其里长特别的重要 那我们李明的大小事 其实跟生活息息相关 那也跟我们市政府 市议会息息相关 所以里长的意见 我想新任的谢市长 还有我们议会 都会非常的重视 那我们希望在这个 既有的民意基础之下 我们继续努力 然后来让我们的基隆市政 推展可以更好 因为到处走动 一定是我未来一个最重要的 一个服务的方式 像明天一早 我也要去搭9026 就是随时都用行动的方式 了解到各地的角落 大家市民朋友的状态 跟城市的状态 我觉得会比坐在办公室里面 应该会有好很多的效果 市长谢国良 亲自颁发当选证书及赫扁 给全市157位里长 强调未来将以走动式服务 了解地方的需求 谢国良也强调 会请民政处长张元祥 尽快安排分区分离的李林长 座谈会 希望透过深入对谈 接地气的来解决民众的问题 记者陈淑平基隆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家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